年龄的危机感对你来说还有吗 没有 真的我要说起了就60多岁了 我觉得说着别人 谁啊 说着别人吗 我从来不认 我跟我的团队都说 你不要以为身份证上写着年轻就是年轻 现在在联合国 新规定的是从18岁到65岁都是青年人 那我现在是青年人 青年人 对啊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 更别说是对颜值要求很高的明星行业 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如今的时代 在娱乐圈这个行业 颜值和身材就是最基本的敲门砖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就算你的能力再强 没有一个好的颜值 人家不会给你表现的机会 尤其是对于女明星而言 所以整容在娱乐圈里 早已经是司空见惯 随着衣美的不断进步 越来越多的明星会选择整容来改变自己的外表 希望以此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当然整容肯定是有风险的 对于一些天生励志的女星 哪怕她们不整容依旧美得十分优雅 但也有一些不服老的明星 可能是对于衰老的厌恶以及恐慌 比如众所周知的不服老女星代表刘小庆 如今的年轻人对刘小庆的认知 可能只限于知道这个名字 但对于70后 80后们来说 刘小庆绝对是个再熟悉不过的明星了 1955年 刘小庆出生于是重庆福林 音乐学院出身的她 在毕业后就一直在话剧和歌剧上做功夫 直到1975年 刘小庆第一次登上迎评 后来更是凭借电影《芙蓉镇》 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 虽然电影上取得很大成就 但是让刘小庆真正声名大造是在1994年 那部古装大剧《武则天》 当时出演《武则天》时 刘小庆已年近40岁 但她却从武则天的15岁演到82岁 不论是哪个年龄段都不为何 刘小庆把少女情怀演绎的恰到好处 中年时美丽霸气的气质锐不可挡 老去时白发苍苍 垂垂老以生动又形象 跨越50多年的时间 对于任何演员的考验都非常大 最终她成功地塑造了史上最经典的武则天 不得不说 这个角色确实够刘小庆吃一辈子老本了 你觉得你本人的个性当中和你所塑造的角色 武则天 如果你俩找个相似之处 什么地方相似 我相似的就是在逆境当中求生存 但是呢不同的 她还是靠男人上位的 我没有 你是辅佐男人 对 作为老戏骨 出道多年 如今她已经70岁了 因为保养得非常好 朋友还亲切地称她为不老女神 近日刘小庆的照片曝光后 引起了网友的广泛争议 许多的网友都感叹 不愧是不老女神 简直美出了天际 可以从图片看出 刘小庆皮肤白皙光滑 风采依旧 一点都不像是奶奶辈的人 但是刘小庆的穿衣风格有些让人接受无能 近些年 刘小庆更是穿得花红柳绿的 明明已经年鱼不惑 但依然是浓装艳末 每次出现都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当然这个目光中猎奇的意味更为明显 如今刘小庆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娱乐圈也没有曾经那么活跃了 有人说是因为老了 没有精力再拼命工作了 刘小庆也表示 自己偶尔还会参加一些活动 露露脸让粉丝知道她的近况 自己也非常喜欢旅游 生活过得非常愉快 通过刘小发布的思照 我们也能看出 她的生活过得相当幸福 穿搭也显得自己格外年轻 关于她的一张在小区遛狗的照片 还上了热搜 怎么回事呢 可从途中可以看出 刘小庆上半身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 下身穿着一条舒服宽松的牛仔裤 看起来非常休闲 谁能想到平日里精致异常的刘小庆 在自己家小区遛狗时 素面朝天 还穿着最朴素的衣服 看起来平易近人 如此养生的生活方式 感觉就像隔壁家老奶奶一样的亲切 甚至还有网友调侃说刘小庆终于服老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哦 或者是这样装饿 就是吃健康食品 均衡饮食 然后就加上一定的 其实是很崇尚自然的 我觉得心态特别重要 好丑哦 真的我觉得没有去妒忌过人家 或者是害人家 还有一点就是很快乐 那日 1961 看了 닥 晚